Hello 我是令方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高等教育的问题 2020大选三位的政副总统 在电视发表政见的时候 居然没有谈到高等教育 让人非常生气 于是几位热心高等教育改革的校长和教授们 决定要召开一个记者会 要求未来的总统当选人 一定要召开一个高教发展国事会议 来解决高教问题 这几年业界抱怨找不到人才 教育跟不上产业的变化 同时高等教育面临学历的泛滥 少子化的问题 行政院在106年通过了一个 私立大专院校转型以及退场条例的草案 那么我们要来怎么看待 少子化冲击高教的议题呢 在少子化的前提下 有两个重要的重点要提醒大家 第一是资源分配不均 第二是忽视既职教育 首先为什么资源分配会不均呢 原本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要符合公平正义 但是现在的台湾却不是这样 有钱人家的小孩容易进入公立大学的机会 远远高过穷人家的小孩 根据京剧学者的研究 富人家的小孩进入台大机会 竟是穷人的6倍 结果造成了有钱人家的小孩 可以就读学费低资源多的公立学校 而穷人家的小孩就要读学费高资源少的4个学校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啊 第二个重点 技职教育长期被忽略 过去十多年来 技职教育大学化 学术化 也就是原本的技职学校 几乎都升格成科技大学技术学院了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资料 民国73年 国内公司立大学只有22所 专科多达77所 但到了86年 因为政府开放私校申请 大学增加为67所 专科小幅下降为70所 接着舆论喊出广设高中大学口号 97年来到147所 很多大学士专科体系升上来 造成专科数量锐减为15所 这个政策影响技职教育非常严重 其中经费的分配也十分不公平 技职教育和大学教育的经费比是 4比6 还有在学生的学习方面 高职学生偏重升学的准备 而轻忽了技能的学习 教育部给予继续体系的资源 明显比高中大学体系还要少 加上家长普遍希望孩子 就算读职校也要继续升学 让学校的教育倍感压力 除此之外 二零二八年预估大学的数量将要减少 关闭六十所大学 超过一万名的大学教师 还有六千多名的职员都会失业 未来政府要如何处理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退场的大专业校的校惨又要如何处理呢 面对如此重重纠结的高教问题 我们期待政府要由政府主导 要求学校管理阶层 教师工会还有学生代表 一起来举办一个高教发展博士会议 今天的短片到这里告一段落 如果你跟我一样在乎高教议题 请你分享这段影片 让我们一起来为高教改革做努力 我是令邦 谢谢收看 Bye 你说有一切 嗨 没有 ps 咱 看到 夫 大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